彰化县政府争取中央109年区域排水应急工程 1.45亿元经费 办理改善区域排水 县长王会每13日上午前往视察 大春香版本排水及永进香永新排水改善工程 推动进度 守护民众安全 今天来到我们台湿版本排水来看一下 因为它有一个位移 而且它叫管顶的户案已经钢筋裸落 所以我们列为第一期的应急工程 总长度500公尺总经费500万 永进香光云村的永新排水 它这个排水等级以来是造成我们的民众 常常在那些汽水 那今天我们改善的范围是在200公尺 那因为呢 它的这个生活圈是在我们乡亲的这个厂头里面 那所以在施工的过程中 要请我们的这个乡亲都来包含一下 我们也要求我们的这个厂商 这个用最短的这个时期 然后最不影响民众的方式尽数来施工 那除此之外 我们除了要防疫之外 我们也是要来开始做我们训期的相关的一个这个准备 所以在这里也让我们的乡亲 我们处前处后的排水高 有机会也就要来开始来做相关的这个拼手 确保我们在防汛期间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本次改善工程强调老旧气势护案 趋宽不足 及既有护案基础深度不足等所有修缮 渴望在109年10月底完成 王宪长允诺 因应讯期来临 仍会持续督促厂商谨慎施工 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公益频道林义俊 大村永静采访报导